广州郭世强崛起 辽宁队却失算了 徐杰赵瑞王城重磅的续约 薪资方辈 两个上海队以及山东队的教练组团队跟成员 却被喊话下课 并且遭到了球迷的围堵 提到这里 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展开谈一谈 第一个方面 广州队创造了历史 郭世强站起来了 两个辽宁队却失算了 因为谈到现在的广州队 可谓是打得相当优秀 最终也凭借着大比分击败了山东队 赢下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最终闯进了八强的赛事当中 这将会意味着 广东队的三支球队 全部都冲进了八强 打进了决赛圈 可以说郭世强主教练 他的功劳非常的巨大 一方面他把在西北电梯的广州战队 带飞了起来 成为了如今前八位的战队 另一个方面 包括了球队当中的陈寅俊 崔永熙等人 都是被郭世强给挖掘提拔了起来 当年郭世强带起来的韩德军 还有现在带起来的李延泽 两人十分的相似 可以说郭世强主帅真的是培养球员的 一名超好教练 而现在来看辽宁队放弃掉了郭世强 选择了阳明 真的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选择 如果辽宁队留下郭世强 本个赛季还是有希望去争夺冠军 但现在来看 让阳明主教练来带领 而且直接避开了浙江广沙队 去对碰现在竞争力非常强大的北京手杠 辽宁队还真的不一定能过北京手杠队的这一关 看来辽宁队的这一边为了人情事故 为了战术方面的考虑 直接避开了浙江广沙选择的手杠 而这一个选择很可能会导致辽宁队直接暴冷 也会导致阳明主教练提前下课回家 第二个方面 我们再来了解到如今的赵瑞跟徐杰完成了续约 并且徐杰签下了一份超大合同 而赵瑞则是拿到顶薪600万的合同 针对接下来的徐杰跟赵瑞二人 其实在球场当中一直都是受到大家的追捧跟支持 除了赵瑞本个赛季因为情绪上投 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以外 其实赵瑞他如果认真打比赛认真发挥的话 已经能够帮助整个球队发挥得非常不错 尤其是关键的时刻 赵瑞总能够投进关键三分球 并且个人的突破能力 以及攻坚的能力更是相当的优秀 赵瑞过去被称之为拼命伤狼 现在也被称之为广东队最强大的一个老大哥 也是新一代的队长接班人 看来赵瑞现在拿到了600万的顶薪合同 也被报价序约留了下来 真的是让很多球迷看到了赵瑞他的决心 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赵瑞 他早已对外表示到要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了 接下来的季后赛呢 我们相信赵瑞更加稳重之后 广东队一定会打得更加的精彩 除此以外呢 徐杰更是签下了一个顶尖的大合同 因为随着万科集团 接手了现在的广东红元队 给到红元这边投资以外 另外呢 华为也是参与了广东红元队的投资 看来接下来的广东队呢 能够拿到一个多亿的投资费用 而徐杰他的年薪最了解 从70万也涨到了200万 另外 徐杰更是在商业代言的合同方面呢 签下了一份超强的大合同 可以说徐杰真的是步步高升了 接下来也拿到更加顶尖的合同 一定会帮助广东队呢 非常出力啊 非常认真的去打比赛 看来 接下来的广东红元队呢 在八强进四强挑战浙江广赛也好 还有呢 在半决赛去挑战辽宁等赛队 都是具备更大的信心跟底气的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要了解到 上海队以及商东队受到了球迷的围堵 另外呢 王航教练暴冷出局 也被喊话下课 对于上海队跟商东队如今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因为呢 大家要了解到首先是上海队的这一边 原本呢 上海队哪怕说轮休了王哲林 少了这个大中风 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击败江苏队 问题并不大 因为呢 江苏队的实力和水平 大家都了解的 由李南带领的江苏队 其中包括了多位主力的成员呢 真的实力方面 比不过上海 讲个上海队的这一边呢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哪怕说正常输掉比赛的话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而让人不解的是 上海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球员之间有说有笑 哪怕说呢 是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依旧打得相当的赏 态度方面呢 让大家真的看得很不顺畅 所以 这一场比赛呢 明显呢 被不少庄家球迷认定为 是上海队存在的放水 输给了江苏队 这就使得很多球迷呢 非常的生气啊 也对外表示到 看来呢 接下来的上海队啊 如此放水的情况下 真的是很不应该 必须要认真放心 而对于桑东队这边呢 则是更加的尴尬 就了解 包括了王航 以及球员的教练朋友们 大家乘坐的大巴 更是被球迷给围堵了起来 王航教练呢 更是被喊话下课 因为呢 对于王航来说 本个赛季 他承担的压力 非常的巨大 上个赛季 他带领吉林队 打进八强 这个赛季 拿着四百万 来到了桑东队 来指教 然而 王航教练呢 第一个方面 大比分输给了广州队 那么第二场比赛呢 王航带领的桑东队 依旧鼓力回天 直接输给了广州 暴冷出局 由此可见呢 王航教练基本上 要面临着下课的了 而另外呢 对于高思炎 涛汉林等球员呢 更是受到了批评跟质疑 但不管怎么说 对球迷围堵球员 跟教练组团队的这个做法 我还是不认可 但而对于王航 以及现在的上海队 上东队 确实要认真思考 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 大家对此怎么看 所以说 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